設計思維對小朋友成長和對學習最精彩之處 可以總結成六個字 就叫做對人有心有力 大家好,我叫Freddy 我是國泰航空I Can Fly的導師 主要教授設計思維 設計思維簡單來說是一個創意解難的方法 當中最關鍵的四個字叫做以人為本 一般的學生接觸一個難題 他們大部分會立即想有甚麼解決呢 Solution 1,2,3,4,5 然後大家brainstorm 然後大家嘗試 就是漏了一個很關鍵的phrase 我們叫做problem finding 問題到底在哪裏 還有那些問題是關於哪個人事 所以我們之前有一部分在找solution之前 叫做find problem 一般的解難方法就很著重小朋友本身的能力 有多少,我懂多少東西 我知道多少東西 還有我可以做到多少東西 就會在他本身的能力那裏限制了他的想法 但設計思維叫做對人有心有力分開三組 第一個就是對適當的人 就是找對的人 以及對那個人的意思 有心就是要有同理心 要同理心去明白到他為何會遇到這些困難 他的感覺是怎樣 可以去有一種感同身受 我覺得如果我在這個情況下 我到底是想要或者需要什麼 有力就是有觀察力 當他真正接觸完 找對的人 又有同理心 又有觀察力的時候 他就能夠懂得怎樣在 以這個用家的角度去想到一個 他們想要的解決方案 和一般的解困解難能力去看 一般的就會看看 我們那個學習者到底有多少真材實料 如果用設計思維 到底這個學習者有多明白這個用家 設計思維不是萬能的 就是你能夠明白這個用家的東西 到底你有沒有能力去做出來 這個也有關他本身的資源 他的脈絡 他的能力相關 只不過就是你給一個5歲至15歲的用家去看 可能5歲去看到觀察到的東西 和15歲觀察到的東西 都已經很不同 他就會在他的能力那裡想到 如果我知道他有這樣的痛點 我可以做到什麼 以往就會只看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設計思維很多人會覺得是美國老的東西 然後怎樣可以在香港那裡真正落地 我們就研出一套模式 大家聽就知道 四個英文字母就叫SARO S就是Segment User 到底我們開始找那個Who的細分是變的 第二個A就是我們去Assume它乘乘 我們假設這一群人有什麼特別的痛點 然後R就叫Reframe Problem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重構一個問題 理解到這個人的痛點 跟我們相關的解決策有什麼連繫 最後O代表Option 就是我們明白了那個人 明白了他的Pink 然後找到一個關鍵的重構問題 我們可以製造到多少的選項 去想哪個解決策才是最正的 我們以減膠為例 減膠我們就會想哪一步可以減少膠 但設計思維就是什麼人會在製造膠的過程當中 然後有什麼人是一群學生 我們叫做Reachable Target 即是他們可以接觸得到 他們可以明白得到 以及他們可以影響得到 在他們找到那個對象 那個Who的時候 就會在他們的行為 去找一個模式 到底為何他們會製造到一些索教的問題 所以設計思維就是一個以人為本 創新解難科法 開頭如果說設計思維的四個中文字 就叫做以人為本 如果在最後我們用四個英文字去總結 設計思維就叫做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 譯翻作中文就是我們做一些產品出來 是那些用家會很喜歡 會很想要的 所以設計思維不是設計師去做的東西 而是一般的解難科法 更有創意 以及更以那個用家為本